是不是要提醒市長要特別重視他的身體 他的身材 台南藍營議員在議會殿堂上開玩笑 認為市長黃偉舟為了推廣美食 一路吃吃吃恐怕變成職業災害 因為台南的美食太誘人了 然後市長呢 很樂意身鮮飾足 親自做各種美食的示範 我們看著市長他的身形 一天比一天有長進 但是不要讓韋哲市長 在身材方面成為了第二個鄭文燦 要市長多多注意身材 別成為第二個鄭文燦 只是看看黃偉舟的臉書 光是四月以來 不只推廣台南鳳梨 到東山喝咖啡 沒嶺 亮沒酒 和基隆市長林又昌推廣美食 還體驗古早味小吃碰餅 也到安定市集大財賣 一邊光市集 嘴巴去動個不停 連最後一口蜂蜜也不放過 來對比看看2018年市長選舉後 站在台上謝票的黃偉舌 以及上任三年後的他 不只雙下巴跑了出來 肚子也變得更圓了 難道真的是吃美食才發胖的嗎 因為最關心我的身材 第一個是我媽媽 第二個是我太太 第三個是我女兒 不過謝謝王議員的關心 我自己要立下一個志願 我想說瘦一點總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離被開除檔基還很遠 請大家放心 黃愛哲打趣說 立委蔡玉就曾經被總統蔡英文下令 沒減到一百公斤以下 就要開除檔基 而自己體重大約八十六公斤 應該還不會被開除 為了身體健康著想 也會立下減肥目標 TVBS新聞阿嬌賢宋家娟SNG小組 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